AZ疫苗 莫德纳疫苗 哪一种比较适合呢 请做选择 这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德国总理梅克尔第一季打AZ 第二季打莫德纳 欧洲最有权力的人 德国总理梅克尔 先前曾在4月时接种AZ疫苗 根据德国卫生当局的建议 AZ疫苗因此适用于60岁以上族群 而梅克尔现年66岁 因此符合规定 派在4月时接种第一剂疫苗 只是近期传出不少 接种AZ疫苗后 产生较严重副作用的案例 因此梅克尔第二季 是否再继续接种AZ疫苗 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只是如果第二季 不接着打AZ疫苗 该打其他疫苗 这种文打 是否可行呢 登登 结果出来了 德国政府发言人周二表示 德国总理梅克尔 第二季已改打莫德纳疫苗 事与混打之后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呢 德国政府发言人并没有说明 不过梅克尔仍是活跳跳的 忙碌着工作 甚至还能关心 目前正在欧洲盛大举办的足球盛事 欧洲国家杯 我们当然还以为神的 正在中持续 形成了 Гос余峻 和国内 都高uld上 从中持续 最正常的 游户地图 都包括 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 但我希望, 它可以回應負責任 我認為,當我完全沒有盡力, 當我完全沒有盡力, 我支持所有的力量, 美國政府的必要保護法案 美國人擔心歐洲民眾 太熱情投入歐洲國家盃了 成千上萬的民眾 全居在球場內 特別是英國還有 病醫病毒在傳播 有可能讓好不容易才起射的抗疫工作, 又受到影響 至於在全球疫情方面,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延燒全球至今天為止 已造成超過1億7905萬人染疫 超過387.9萬人不幸死亡 其中在歐洲,特別值得憂心的是葡萄牙 根據最新統計,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60%以上的新病例是感染傳染性更強的 Delta變種病毒株 會增當局憂心, 可能會爆發第四波疫情 至上周期, 不太要政府禁止里斯本 和其他地區的跨區旅行 根據警示的是, 目前病例數又開始增加的國家 幾乎都是歐洲國家杯的主辦國之一 大型賽事對疫情升溫的影響, 恐怕不能忽視 國際通信, 綜合拜邊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